如意如意顺我心意 快快显零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恋爱陪跑学姐如意 我知道有很多弟弟们呢 你们在追女生的过程中 最最最纠结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女孩她到底喜不喜欢我呀 对我是什么感觉啊 是有好感呢 还是说全然无感呀 那不要着急 姐姐呢今天就来教你们几招 如果她有以下集中表现 说明她对你啊 一件事当然心动了 首先呢就是非常直观的一点 就是当你在跟女生约会见面的时候 你每次见她她都是精心打扮过的 香香的 真香啊 那么这个女儿一定对你有好感 母妹月姬者如啊 这句话真的不是瞎说的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一个女孩子 在出门之前要花费多久的时间 那如果真的是去见一个自己非常在意 就喜欢的人的话 可能需要这样一个流程 洗澡 补肤 化妆 选头发 选衣服 搭配是 喝香水 选包包 选鞋子 等等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流程下来 我感觉少说也要有两个小时 那你们自我感受一下 先化个妆 涂个粉底 这个昨晚熬夜的黑眼圈 上散粉 眉毛不能少 再涂个眼影吧 眼线让我更有神 买上漂亮的小群群 好了终于可以出门了 可是外面天黑了 啥也不是 请大家把精致这个词打在宫廷上好吗 这么久的时间要做点什么不好呀 看不见也没看完了 如果不是去为了见喜欢的人 谁会这么大费周章呀 你们见面之后在约会的过程中呢 女孩子也会有一些小心子 来各种展示她对你的好感 其中最常用的一点就是会主动示弱 那么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 不是我吹啊 就是在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大家可能是可以徒手拆快递的女人 谁会女人拍一个瓶盖儿呀 女孩子们这么做呢 我最是想给你们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暗示你们单身可燎 除了主动示弱之外呢 如果说一个女生对你有好感 她在你们两个人的接触过程中啊 她一般是不会抵触说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甚至会跟你主动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 就比如说在走路的时候两个人肩并肩走的 她会有意无意地去犒赏这一边 然后又或者说再走到一些 那种不太平整的路上 或者说上楼梯呀下台街呀这种生活 或者说服务一下 但是你这个时候不是说要去直接拉她手服吗 她可能会搭你胳膊一下 然后你去扶她的手臂 你尽量是扶手臂哦 就是女孩子她对肢体接触这个事情呢 其实还是蛮在意的 如果说她能够不排斥你们两个人 有这么一些就是呢 触碰的话 那说明她对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是很有期待的 除了你们真正的时候女孩的这些表现呢 其实在微信里面也很好辨论 就是说一个女生 如果她会主动地找你聊天 然后跟你找话题 主动地给你发一些链接啊 甚至发自嗨给你 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 她对你有好感的表现 所以啊希望臭弟弟们能够好好把握住机会 不要真的把人家就当成每天老科的兄弟 气急而动 你懂得 哎我变胖了哎穿什么都不好看 你会回答 你瘦一瘦就在我心里胖的话就卡住出来了 最胖的女生啊 真的吗 真的这件好好看吗 好了 那么借姐能告诉你的呢也就这么多了 赶紧去对照一下 看看你喜欢的女生 对你有没有这些表现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心里 嗯 臭弟弟们还想了解一些什么内爱中的小技巧呢 或者说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女生心里啊 女生的这种思考方式的一些内容 记得给我私信或者评论 那么姐姐看到的话会做成视频来交给你们的哦 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